由东海岸文教基金会主办的 回南民歌风音乐会活动12号的晚间 是在台湾原著民族文化馆盛大的登场 特别邀请了八位在民歌界 颇腹盛名的歌手轮番的演唱 吸引了许多民众到场来追寻青春的回忆 东海岸文教基金会12号晚间 在台湾原著民族文化馆举办的回南民歌风音乐会 在566民歌合唱团带来一连四首歌曲后 正式揭开序幕 这次总共邀请到八位在民歌界 颇腹盛名的歌手 包括胡德夫、张秀美、温玫瑰、叶佳修、李明德、吴浩恩、于台烟 沈亭县等人轮番演唱 吸引到700多位民众到场感受民歌魅力 我想今天我们是用最高的规格 而且我们还是在高雄和台北这个小巨蛋演出之前 我们就先听到了对不对 暖场在哪里 一连多首景点曲目勾起不少民众的青春回忆 现场除了充满怀旧氛围也多了一份感动 而活动最后华联县长徐真卫 也与歌手们及现场民众 齐唱外婆的澎湖湾 为整场活动画下完美句点 带领着大家重温美好回忆 找回最纯真的感动 记者 徐立芹 华联市报导 啊 啊 啊 ��覧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